我爸发两张化验单的照片 到群里说他化验的 我看都正常尿蛋白正常 因为他的泡泡酿 泡泡尿一直很严重啊 前段时间跟他微信视频眼睛还肿看他 但是化验还正常 化验单上面的签名 是我一个表哥家的姑娘 在医院的化验室啊 一会儿他小的时候小小的小女孩 现在成大姑娘了 哎 人生太快了 挺高兴吧 反正都正常 我妈妈的化验单 前几天血肠鬼也都正常 还不错 然后我哥说 跟我妈妈看血液病那个 私营的血液医院还在运行 我姐说 我姐前的时间说那个医院黄了 但是我哥说没黄 我说那就是运行的 可能他医院转治吗 转股份吗 是怎么着啊 反正是好像又并购什么 怎么着的 可能有他的变更吧 对吧 具体不知道了 反正希望那个医院能够 治疗更多的患者吧 我的一个小学中学的同学兼好朋友 他爸也是血液版低 然后在那治 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他也用什么爱曲伯帕吧 是什么药 但是效果不是太好 他妈妈已经去世了 他爸爸找个后老伴 他那个后老伴照过 到了前段时间 我们中学初中 那个微信群 有一位同学发了一张合照 我们当时的一个 算是毕业照吧 发到群里 我忘了是哪年拍的了 因为我们上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分班了 就是从初二下半劲 要马上上初三的时候分班了 分成快班慢班差不多是 成绩好的分到快班 成绩不好的分到慢班 就这意思了 大体上 我分到快班去了 就是说所以我们当时 那应该是初三毕业的时候照的 就是分班后的同学们照了一张 分班前的同学照了一张 我们当时上初二 我们那个班主任姓魏啊 就是初一和初二的班主任姓魏 教英语的 他是师范学校毕业的 就是不是英语大专 他就属于经过培训的那名英语老师 对吧 但是他是 我觉得也还不错 对吧 也还不错 有个八片胡 人很强壮 打学生 但是从来不打我 因为他只得我听话 对我成绩也好嘛 然后 初一初二的时候 我英语在班级一中 一直是第一名 当时也年龄也小 也怕老师 然后也怕挨打 怎么着 就是当时背那个 我还记得 刚才是英语的时候 背 good morning 我就写上古的猫牛 古的猫牛 古的猫牛 就叨叨叨叨 念经呀 背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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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一种最原始的 怕老师打的恐惧感 就急得都哭嘛 当时学英语 就背不进来 怎么叫古的猫牛 就是早知好呢 反正就是古的猫牛 古的猫牛 古的猫牛 这样背 然后就是 当时背的就是 那个单词 反应速度特别快啊 就是 像初电般的一样快 我要求 也做到那一点了 比如说 早晨 morning 冰ice 是吧 然后比如说 床 bed 沙发sofa 就这么快啊 就是你刚把汉语说完 又有你啪 就反应过来 所以说 我当时基本过 很扎实啊 虽然发音并不标准 我这个 很爱 分不开啊 比如说 time 时间 对吧 我就读成time time 这样的 我就读个大概 我这个音读的大概 老师教的应该 也还不错 但是我还是领会的 不是太好 我还记得在 假期老师还补课给大家 老师给大家补课啊 英语老师 他教的很 很尽心尽力的 我做第一位嘛 那些同学 谁 成绩考的不好的 反正这个老师 他教两个班 我们是四班 还有一个 他教几班啊 英语单科嘛 他英语老师嘛 就是每次 那个考完试之后 他都把那个 学生 把四班呢 把我们班 那个考倒数 第一的倒数第十的 这个学生 在那个 把那个卷子 抠一个 抠个洞 然后把那个卷子 挂在这个 衣扣上 然后到另一个班 去展览 站在前边 一排 其实那个 真的挺不妥的 但是我们当时 成绩好的学生 就不会有这个 待遇 我们就 觉得挺好笑 当时觉得挺好笑 反正对学生 进行虐待 就说 反正 这样虐待 反正 反正倒也不是说 反正确实挺过分的 现在看来 真的是挺过分的 打学生什么的 这个当然什么意思 不认识 嘴巴的过去 那种的 有时候拿本家的打脸 就是这个太过分了 这个太过分了 然后还有的男生 他不听话的 不好好学的一脚 给蹬的 从前面蹬的后排 我觉得那个太过分了 后来好像是 他打学生 好像把学生打坏了 好像都停止了吧 好像有一次 他用黑板仨 撇一个学生 把学生脑子打坏了 家长不依不饶 好像 好像是 反正就不让他 不让他当班人了 然后他家的剥离呢 时不时都被学生打 打碎 他还教过我哥 他以前教过我哥 但是我哥成绩不好 我的成绩好 我从中初二 就分班嘛 分到初三的时候 我们班人姓白 也是叫英文的 哎 你看 我初中的两任班准任 还有高中班人 全是英文 老师我想 我想想 我上高中之后的班人姓高 也是英语老师 他非常 他非常希望我学理科 但是我报的文科 因为我在我们班 就是从初中考高中的成绩 中考的成绩 成绩也是前三名那种的吧 分特别高 然后呢 他希望我学理科 但是我就一门亲自报文科 他有点舍不得 有点 但是我英语就是好 然后到了初三 我的英语呢 就是全校的这个英语精赛 就第一名 我们当时的魏老师还遗憾的 哎呀 你说这孩子 刚分班就考第一 初二的时候 我考第四全校英语精赛 得了一个小红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日记本 反正等那个 得那个英语精赛第一名 得一个大的那种 黄黄颜色的那个本啊 完了 好像还后来得过全校 作文竞赛第一名 因为当时 我最爱的一首歌 然后那个作文题目 然后很多学生写的是小草 什么没有花香 没有书高 我什么小草 就是90%都写那个小草 但是我呢 就是当时写的是脚印 我就说 什么什么 洁白的草 雪地上里下脚印嘛 有的深 有的浅 我就另辟蹊径了 我就说 这个脚印呢 我说人生 我还记得好像 我还用过一些句子啊 什么 什么舞蹈家的脚步是轻盈的 什么战士的脚步是坚定的 就这样的 当时也背了好多段落嘛 我说我们那个小孩呢 可能就得脚印 要踩的正 对吧 要走正 把走正路 对吧 不要把这个脚印走 不要走歪这样的 所以这个利益很高 就得第一名 我们那个宇远老师姓马 是回族 他其实有点老外的血统啊 他是那种 卷头发 他就是老外 说吧 他就是老外 现在看就是拿到美国的 就是老外 其实 他是那种黄眼珠 卷头发 白皮肤 高臂梁 深眼窝那种的 他姑娘也是老外一样啊 但是他 那个马老师 当时你看我发那个 作本金才得的第一名 发那个本 是黄颜色的本 表面是个大美女嘛 反正当时 得奖吧 第一名就得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本 之后呢 本越来越小了 第二名第三名 得小的本本 对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英语金才有个第四能奖 我就选择第四 也给一个小小的 特别小的一个 即时本一样的红本 比即时本大多了 但是他是64开的那种的 不是32开的 第一名的32开的 然后第二名 不 反正我能应该是64开那种的 小小的那种的 横着的 红皮的 我还记着呢 后来那些本都扔掉了 后来都写日记 我记得 后来家里买楼房吗 2006年 搬到楼房住的时候 仓房小 后来就扔掉了 卖废品了 有点可惜了 但是要留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人生就是一个 不断失去的过程 不断的失去 而且要适应这种失去啊 这样 也是一种无奈吧 梦中花落知多少 这块人挺多 天还挺冷 其实 他们在这卖水呢 好像也是 他们从超市卷的水吗 怎么连人够 现在超市水都抬了 都开始抬水 水这么沉 他们也拿走 不难 领了汗的鞋液摊 这个夜市经历好多年了 excuse me 离了歪鞋啊 这边 离了歪鞋 这个黑哥也是骑着跟我差不多自行车 只不过他那个鞋梁 不像我这个是个平面 对吧 还是这种鞋梁自行车 比较方便吧 上下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感觉 进进出出的感觉 哎 小老鼠进这里边去了 哈哈 哎 这哥们打喷 打哈气的 我也困了 但是实际叫水的也还够 只不过生活中稳乱了 不定时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